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 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來到美食情報站 我是情報站站長代號 I am your father N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食情报站 我是查理 不知道我刚才模仿了这个星际大战这个桥段 你熟不熟悉 其实只要是跟美式有关的电影 我都好喜欢 除了星际大战 我也很爱蜘蛛人 Spiderman Spiderman Everybody love Spiderman 没错 而且呢 我同时也很喜欢美式幽默 什么是美式幽默 就是有个先生啊 他说他跟他太太出去购物的时候 都会手牵手 为什么呢 如果他一松手的话 他太太就跑去shopping咯 哇 是不是很好笑 这个美式幽默真的好好笑 好 各位战员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好好来探讨这个 全世界最幽默的国家 同时又是 全世界电影龙头冠军的美国 没错 就是美国 The US We want you 同时也是查理非常喜欢的美式料理 So Today our lesson Our mission is to study American cuisine Check it out 之前在美国求学的时候 曾经问过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啊 你到底你们美国人 道地的食物是什么 是热狗呢 还是汉堡呢 还是泡泡呢 他说 你看到所有东西 都是他们道地 怎么讲呢 因为美国是个民族大融合 我们以前读书就知道了 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所以他们在那边定居以后呢 他们做出的食物 不知不觉 就融入他们道地 美国的食材 还有材料 还有人 所以就变成他们道地的食物在里面 那问我 我最喜欢里面 什么样的食物呢 其实就是 Bagel 当初在求学的时候 Bagel 好便宜哦 而且又 一天要吃好几个才能保 因为很穷嘛 所以要不断的塞Bagel 才会就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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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 我吃到其实已经吃到怕了 然后后来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反而想念这个Bagel的味道 有一次呢 就在复兴北路跟朋友就唱完歌 然后就突然闻到一个 好怀念的味道 就是Bagel的味道 我回头一转身就发现 哇 有一家店在卖Bagel 你们知道吗 在台湾卖Bagel 通常你要吃Bagel 通常那个价位 可能一个小小的Bagel 可能就已经超过一个鸡腿便当的 那个价钱了 而且这个Bagel 虽然它有点小 但是它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有Bagel的条件它都有 什么是真正的Bagel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吃Bagel的时候 它不像一般的面包 就咬起来很软 它外面这个皮 是有点crispy的 非常硬 然后咬下去的时候 会觉得里面有点 软中带硬 硬中带软的那种感觉 很好吃 而且他们这家店很酷 光是这个原味Bagel 猜才多少钱 35块呀 哇 然后呢 介绍这个 它有其他不同的口味 像什么 青酱蘑菇 然后还有什么 马铃薯与鮪鱼 牛肉起司 还有什么 蓝莓小姐Bagel 还有什么 核桃起司 你猜 这样全部多少钱 280元 你敢想象吗 280元 你一般要到别的地方去吃这样 可能已经超过 差不多已经400 快要500了 这家店真的很特别 有机会可以在 复兴北路上面 看看 闻闻看 哪里有好吃的Bagel的店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 我们情境大考验 我们广告回来 等一下继续带你去 见识一个 叫做演艺圈 功夫熊猫的人 欢迎回来美食情报站 大家好 我是查理 又到了我们最兴奋 最刺激的情境大考验 各位站员 如果今天你出任务 而且出的任务呢 是要用非常浪漫 又道地的美式料理 来迷惑某女情报员 为了换取更多的情报 你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多才多艺又重量级 代号影视圈 功夫熊猫的吴振亚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来来来来 吴振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你根本不是功夫熊猫 你根本是Coffee Cat 对不对 你根本是拷贝的熊猫 还好吗 好久不见 我跟郑亚认识很久 从我们出道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 你看现在变什么样子 我们认识是因为拍这个 美食的一个 对对 偶像剧 对 插台的某偶像剧 对 而且呢 郑亚现在不简单 为什么呢 他有很多的职业啊 不只是演员 是 又晋升为导演 你啊 而且他同时又是 武术界的奇葩 每次出去外面打架 都是冠军是不是 对 对 绝对是这样 没有啦 就对武术很有兴趣 对 那我们先让观众 我们了解一下 你平常在做什么 好 我们进一段VCR 好 你今天怎么动 怎么动 我们武器人买一个人了 我没有 他不叫纸子去跳 十个人不可以了 这是古代的伽机 我记得好像叫做 十二伯铁镇 这十二伯铁镇 十二伯胎胎胎胎胎 我们跟王爷公的意思 是说拜托十二伯铁镇 是由于世代路 啊 外房啦 那小孩老婆是谁 苏儿你也不知道 明姑你不要吹 天头啊 你不要吹 是什么 你总得你老婆死了 你为什么要来接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的天啊 请受小弟一拜吧 别这样 不要突然用功夫把我打死 不是 刚刚那个照片 怎么会没有我们两个人呢 没关系 因为你比较重要 我一定要讲 郑亚 你已经有 拥有我梦想的成就了 那个马如龙导演 不是 马如龙这部演员 对 跟他那个导戏应该很过瘾 很过瘾 马哥超强的 马哥超强的啊 他这个在现场 因为他老演员嘛 在现场都会知道 我们后背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他就是导演 对 被发现 没有 不是 重点是他会煮麻油机给我们 不过真的 下次应该要找马大哥上来 露两手 真的 那就靠你的交情 没问题 绝对请不到 没有啦 你看你现在已经非常有成就了 没有没有 又是演员 没有成就 然后又是导演 又是武术界的冠军 对不对 那听说你现在 你很过分 好 你要把所有东西都抢走嘛 听说你又多了一个兴趣 对不对 一个抬头一个职业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职业 这个是最重要的 超越了导演所有的一切 我都不要了 是什么东西你要告诉我 美食家 为什么是美食家呢 没有 因为最近就你知道 就看我身材呢 就 我这样啊 爱吃嘛 然后对 然后呢 有一天就吃 我以为是当导演就会变胖了 没有没有 就咔咔咔咔咔 那是你 那你趕快去当你那么瘦 好啦 那个言归正传 所以就是说 正好在民室旁边呢 我是刚好经过 就附近有一家汉堡店 就在我们民室附近 就在旁边 对 然后 然后装潢的也不错 对 然后我就进去 结果 就点了个汉堡 你点了个汉堡 一吃以后 去麦当宝吗 不是 我觉得 麦当宝怎么 对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对 那我就吃那汉堡以后 我觉得 那汉堡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你爱上 我整个就爱上汉堡 所以其实我们的正牙 他就是因为 跟这个汉堡结论 认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对不对 也是你现在的partner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投资了这家店 对 那我们现在还不赶快 请他出来 赶快 我们欢迎大雄 来 大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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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雄 请坐 真的非常的难得 就是可以邀请你来这边 其实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 我去吃了他们家的汉堡 真的超好吃 怎么讲呢 一般我们就吃那个汉堡 那美式汉堡就是 虽然大 但是吃起来很油腻 但他们家汉堡完全不一样 我吃起来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汉堡吗 就是完全一点油都没有 而且我问 那个汉堡肉是特制做的 对当然 等一下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那我们想先知道 就是你最钟爱的那家店 你也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是 好好的来共襄圣旨一下 是 但是在还没介绍之前 我们先看一段VCR 你怎么介绍那家店 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VCR 好 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参观我们的FREE BAR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美式的地方 它不仅是美式的 它非常地宽敞 现在呢 各位所看到的在台座骑呢 只是我平常在骑着车子 对对对 它有一些用的气息很大 好 再来呢 那就是我的P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现在能够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座位区 我们座位呢 因为一般是美式餐的地方 它会特别宽敞 所以它是有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要做到的就是 非常美式粗矿 而且会有压力的影迹 什么样子 然后在这个厂柜子里面 所有的东西呢 他们是要卖的 然后是这时候 各个人是收藏的 这里面的东西 每个都会一定会 大家会做的 之后来给你慢慢介绍 然后如果说我们今天 他没有来那边消费 如果太无聊的话 对我们还有不要把鸡 对我们不是标垫 但是我们放了一个大耳机 让大家能够玩一下 现在我走进来的 这是我们的吧台 对我们的咖啡机 跟我最继续 您知道的一个吧台 这个吧台的桌面呢 它是原木的 它总共有四个吧台 这么长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要去做 做东西咯 我还没有吃到东西 我就觉得你的店超好玩 很大 根本是一个同乐园嘛 对不对 你看那边可以玩社标 然后你又可以 还是地下室还有租借 有 还是给朋友办party 是不是 不一定是朋友 只要喜欢来的人都是朋友 真的吗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到那边 除了好吃又好玩 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就是要吃要玩嘛 对对对 不好意思 那大熊也可以跟大家去试一下 就是既然你看 看到那个店里面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有哭乳头 然后车子啊什么 你们当初结缘好像 就是因为重机嘛 嗯 当初 这话讲起来还蛮妙的 对有一天呢 我就看到正牙呢 一个人骑得很孤单 骑了一台摩托车 对对 因为他最近感情生活 对对 从来没好过 哈哈哈 对对 然后后来看到他太孤单 一个人在那里了 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拦下来 哦 对 哎你骑车啊 聊一下聊一下 那可能他也觉得我太无聊了 所以两个无聊的人 就撞到一起了 对就是这样 所以警察后来给你开单 后来听说警察来 就看到他的功夫 皇帝就跑掉了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个重机在那个餐厅里面 也算是一个 就是赏味的一个景点 呃 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看到里面那个重机 就是你的重机 那台是我的哈雷 哇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知道大雄常常就是出国考察 是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忌讳 然后开始就是设计了这家店 然后开始就是开始投资 把一生都放在这边 哦 其实这个话讲到就是以前我那时候 刚到美国去的时候 嗯 因为那时候过去嘛 学生那么穷嘛 对 我非常懂 大家都以为出国啊 是在享受 没有没有没有 是非常穷的啊 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辛苦的 那当然啦 如果说对啊 我们如果可以不要也不要那么辛苦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刚到美国去 那可能手上经济也不能有那么好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要到了supermarket 哦 我的店里面呢 不会有贝果这个模式 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在那边吃了两个月的贝果 配白开水 哦我懂 我懂贝果这个超便宜的 那时候看到贝果都会吐 可是现在好想尿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后来呢 我就这样子很辛苦的这样过了一阵子 嗯 然后当我有一天我到英雅奥 哦那当然是美国最最有名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连锁很cheap的一个汉堡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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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吃的时候哇塞 这个美国牛肉怎么这么好吃啊 哦 然后后来那时候我想说 哇不行这个太饱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我就像周游列国 之后回来的台湾 哦 然后到了当然我们就不晓得嘛 台湾真的没有像英雅奥这样的 好吃的汉堡店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汉堡肉 其实可能因为肉的 对所以一个汉堡的重点是 在他的肉 肉 哦对对 所以一个汉堡最重要就是他的肉 是肉怎么样好吃 这个汉堡怎么好吃啊 这个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是 然后那后来怎么会就是 开始就是准备要 就是开始开这个店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做餐饮乐 对对我从16岁开始 我就在我在打工 所以你本身也是就是学厨艺这一块 我本身是学经济的 哇经济人 因为我都不知道 哇塞 厉害了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呢 是这样 然后后来呢就是接触到餐饮 然后我又喜欢交朋友 所以在餐饮业 在这个开放空间里面 我可以知道认识很多好朋友 像正雅这样子的人啊 对又认识了查理 我非常感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 而且呢各位观众你知道吗 像查理就是从双生变单身 但是自从吃了他们汉堡以后 我觉得有一天我也可以再度 恢复我的双生 怎么讲 你今天大熊就要教我们啊 如何来做一个就是 浪漫的情人节的可能是一个 汉堡套餐 对不对 然后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 用最简单的概念 去做出一个简单的东西 可是其实简单东西 未必是好做的 对不对 其实很多复杂的东西 你用简单的方式去处理 反而更能够呈现它的美感 那我们赶快开始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 看一下看一下 来来看一下 来来看一下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对我也是我超饿的 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食材 好 其实汉堡里面来讲的话 不外乎就是肉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那这个肉是我们手工做的 那是肉吗 这是肉 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沙丑 拿来丢人的 看起来好像玫瑰石 对啊 玫瑰盐 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A菜 然后紫菜 然后跟洋葱 还有酸黄瓜 跟番茄 还有起司片 那你为什么会带那个两个起司 好对 这个我我要解释一下 对 这一个是起司的一个是乳酪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它的口感上会比较有多变化 对那一般来讲的话 你到一般的汉堡店 他们就起司起司就起司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为了要凸显不一样的东西 对跟口感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愿意这样做 你这样在节目 把你的这个招牌都露出来 大家怎么办 这个怎么会说 我们还有更厉害的东西 好好来来来继续 然后呢 对所以说这个 当然这个肉呢 其实不光只是 这个当然就是商业机密啦 所以我们叫它不方便价 对 它里面大概有三个部位的肉 三个部位的肉 对然后呢这个肉呢 你搅碎之后你要去打 它都会出筋 是学那个石层那个鸡血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石层那种转那转那样 是你打 绝对是我打 你看我多累啊 平常这种 难怪你不跟导演 就是因为太累 真的 所以说这个汉堡要谢谢真语 是 因为它打出这样的一个口感 打这个还要唱 鸡血的歌 我还要唱一下 所以说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那我就要开始做 第一步 好 开始 那当然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 把油锅弄热啦 是 那当然这个肉呢 我们已经有先稍微在店里面 处理过了 对 那我们就要把它弄平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要准备把它煎熟 来 OK 所以不用放油 要要要 要放油 对 可是我吃起来完全不油腻 就是秘密到底是什么 秘密就是在于 这块肉在做制作过程里面 对 我们花了多少爱心在里面 三种肉 三种不同的肉 放在一起 这其实是蛮厉害的 对 我还没有听过的是 不同的肉煮成 好 那油是我们是少许的油就好了 对 少许的油 热锅 热锅 热锅很重要 就放下去了 哇 滋滋叫了 哇塞 滋叫了 哇 马上那个扑鼻的香味就来了 有有有 哇 三种不同的肉 好 待会儿又会玩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 好酷 我会将我们的东西 烙在上面 好 所以要把这个铁烧到红通通吗 还是 是 这个红通通 如果说要烫在你身上的话 我可能会烧更红一点 所以其实不是要烫我的 我不白您说 身上已经有好几个那个 没事就拿我来做练习 对 所以你要再烫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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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烟了 冒烟了 哇 好看喔 好好看喔 你就给他一个像Decoration那种感觉 就出现了 是 这我们特别的就是你知道 汉堡上每个都有我们的烙印 说 说 正雅昨天晚上到底跑哪里去 不说 好开心 没有啦 不是好开心 有没有 我好烂喔 真的 你看一定要专业的人来弄 你看我完全不会 你看就代表我常常是被酷醒了 不是浪费了一个汉堡 对 没关系这我吃就我吃就我吃 好 所以这个汉堡肉我们就要煎到 基本上汉堡肉我们会煎到大概八分熟 八分熟 对 因为其实牛肉嘛我们都知道 它的血水是它最漂亮的地方 对… 它的甜味也是带在血水上面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都不会煎到百分之百的熟透 对 因为这样吃起来就会很juicy 对 原来我吃的那个汉堡就是八分熟 这样煎出来 是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汉堡肉跟一般不太一样 就是 它很大块很厚 是 而且里面其实一点都不干 对 这就是重点了 对… 其实在煎肉的过程里面 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说 你先用大火 去把上下的外层 给它包覆起来 所以它有点crispy 让它的汤汁在里面 对… 对… 就是一种专业的 就两面一直 把那个外层两个皮 就煎得crispy这样就可以了 是 脆脆的 然后… 然后我现在在烤我们的面包 刚刚露掉了一下 对… 面包这边是要烤几分钟啊 一般的汉堡面包 所以基本上外面大概三分钟 一百度 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对… 因为其实面包是熟的 那其实像目前所有的汉堡店 对… 它很可惜的地方是 他们不会再将面包拿去烤 所以你仔细回想看看 你在外面吃的面包 它都会冷冷的 对… 软软的 对…待会儿你可以吃吃看 烤过的面包 面包是烤出来的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对… 刚烤出来的面包 一定是最好吃的 一般就像冰箱软炮那种感觉一样 OK… 对… 留意一下 这边已经在工作了 那边也在工作了 哇… 感觉… 我已经闻到… 已经开始闻到汉堡肉的香味 真的非常香 真的… 因为我到店里面吃的味道 好… 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天啊 所以其实它差不多煎到 它有点焦焦的感觉吗 所以是有点… 这样就OK了 对… 因为它比较厚 所以它的时间上来讲 会比较久 我跟你有发现 它算是…不是冷冻的 对… 它不是冷冻的 对… 一般我在外面吃汉堡肉的时候 它们都是先冷冻起来 所以它们还要就是… 在… 没有 因为我们店里面的汉堡 就是真的… 汉堡肉就是直接… 现弄的 对… 都是刚边做 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 对… 所以特别好吃 它那个汁… 一直喷一直喷 喷到我心坎里了 哇… 对… 那些脆脆的都过瘾 对… 真的很好吃这个感觉 再稍微再煎个大概2分钟 对… 所以接下来那些材料现在… 就是待会就是… 是 我们会再把它对包覆上去 因为我听说那个蝶汉堡那个 以前我也在那个素食店打工过 就是那个蝶那个 对啊 演员是很辛苦的啊 又什么东西都要做啊 不错 就是那个蝶那个东西 也是有它的学问 有些熟的 要蝶到上面还下面那些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待会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现在我会把起司 放到我的肉上面 对… 在这边放 是 这边放这样不是就融化吗 对…都是拿出来放 对…就是让它有点… 一般来讲的话 在外面它就直接放 它为了要省食啦 对… 对… 那其实你当你放上去之后呢 它会开始慢慢融化 对… 它就会有进去那个肉 对… 然后它会整个包覆出来 这样子 对… 好…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铺了 是 好多了 真的 你看它整个 它整个开始把它包住了 真的很酷 然后… 所以这个Cream Cheese 是分开的 对 它是分开的 我会把它放在肉上面 我们冰心什么这种 冰心软棒 对 又…又有冷又有热 你看多厉害 真的是冰火五重天了 对… 所以你把Cream Cheese 放在那个面包上面 是… 然后再叠菜 而且其实吃汉堡 我觉得蔬菜也是很酷 当然… 那种脆感 清脆的感觉 就是这种… 对啊 肉跟那个蔬菜合在一起 就会变比较爽口 对 爽口 就不会只有单一的口味 然后不会太油腻 没错 而且不会讲真的 这个肉已经很不油腻了 然后配到那个清爽的蔬菜 又更好吃 好… 所以是两片的那个颜色黄瓜 就够了 对啊 你喜欢 看每个人不一样 对 其实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多放一点 但有些女孩子 要不喜欢吃这种东西 好… 对 才吃了那个洋葱以后 就要买很多的那个烤焦糖 看见没有 不会烫吗 好烫的呀 很专业 像碟这样子 是 这时候是放在上面 一定要你知道 汉堡就一定要有番茄 对 它的番茄 居然是放在那个热的那个上面 嗯 热去上面 嗯 然后 然后 再给它一个漂亮的盖子 对 哇塞 天啊 哎哟 快完成了喔 我们的招牌汉堡 好 陈欣杰浪漫汉堡 对… 所以这样 这样已经算是完成了吗 对 这样子就已经是完成了 我们请大手拿起来 然后 稍等一下 对 还有 还有秘密有记忆 对 我们一定要配上一下我们的薯条 对 我们店里面的薯条也是一绝 我们有 对 这算这叫就是一般的薯条吗 也有粗的 没有没有 这是有果粉的 这是我们有特制在处理做 所以这也是你打的 我知道 每天在做这些事情 好 太辛苦了 对对对 真的 是 其实我知道你们店还有一个非常酷的 就是意大利眼 对 我们其实有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完成品吗 让我看一下 完成品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非常 你看 我完全没有看到 镜头可以看到 它那个汉堡的肉 其实没有油滴下来 这就是我吃这个肉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爽口的原因 真的很爽口 一点都不油腻 这个历史也已经都 对啊 有没有 开始融在这个肉上面 对啊 混为一体了 好 这一道就是 它的名字叫做 这是我们的经典汉堡 比如说的经典汉堡 经典汉堡 也可以变成是那个 终结孤单的一道 非常简单的料理 对对 前节快到来这边吃这个汉堡 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肉的话 你就请来这边 好不好 真的很好 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想问一下 那种要不要 放一些酱料什么不用 其实这样吃最好 其实这样吃是最漂亮的 对 因为你看有一些 会放很多那个番茄酱 对对对对对 那个都会盖掉肉的甜味 跟它原本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那汉堡我们就是要吃肉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一块肉 简单又爽口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也快要到了尾声 非常感谢两位来 不管我们感情 就是要靠不断的 彼此来加温对不对 所以假如你找不到 一个很好的场所聚在一起 请来 对对对对 这个店真的很棒 如果你想更追踪他们 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 连接到他们的Facebook 对对对对对 还有别的讯息吗 还有重车的什么 如果说各位 对骑车有兴趣的话 那可以就是到我们这边来 对我们会常常 会有不断的小跑 对啊可能到处到山上 去海边 大家走一走 交流一下 这样互相走回 非常好 所以就骑着重机 边吃着汉堡 女生就会从单身变成双身 我们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 美食情报站 拜拜 拜拜 哇这个超酷的啦 好不适合 再见 快点吧